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痛点针刺疗法的基本原理与发展趋势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黄小曼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彭增福教授给我们带来此次讲座 彭增福博士1996年获得德国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 86年及89年先后在湖南中医药大学获得中医学士与硕士学位 现国际计痛点中心主任 香港联大医专科诊所首席针究专家 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 美国国际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香港金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高级讲师及主任中医师 香港学术评审局中医支援组顾问 香港针究学会 香港古商针究学会等多个学术机构的学术顾问 香港注册中医学会针究副主任委员 曾先后任职于湖南中医药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究研究所等 文老师是金三针的弟子 著有《金三针疗法》及《肌痛点针刺疗法》等著作 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近30篇学术专业论文 先后多次反复被邀请到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及台湾 澳门与中国内地多个省市学术机构 及中医药大学 传授《肌痛点针灸疗法》 被今日中国称之为中国肌痛点针灸疗法的开拓者 希望大家在收听讲座的期间关闭话筒避免杂音 等彭教授讲座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提问互动环节 到时候可以开麦 那下面就有请彭教授给我们开讲 欢迎 好了 各位德国的同行们 我知道还有世界国立的其他的同行朋友们 晚上好 感谢这个主持人黄老师的这个介绍 也感谢这个李军英老师的盛情邀请 有机会在这里跟德国的同行们就这个肌痛点针灸疗法 进行分享和交流 我自己在这方面就是已经接触这个东西已经有20来年了 成长20年了 那么这个肌痛点针灸疗法近几年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 我在前几年在介绍的时候跟国内的一些朋友同事介绍的时候 他们感到当时感觉到不可思议 但是这几年的这个肌痛点针灸的发展的趋势啊 比我想象的还要跨 那么为什么我们讲我们针灸学里面 其实有很多种疗法 有很多种理论 比如说有很多头皮针理论 有很多耳针理论 挽怀针理论 是不是啊 国政国的理论 风起云影 是不是啊 城区不群 那都是在我们针灸学内部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突然就冒出个急疼脸针灸疗法 不仅是在我们针灸的内部引起了革命 而且是习以也来争夺这个东西 而且在美国还打起了官司 我记得2015年 我首次接触到这个卫星 并且在卫星里面 应邀在美国群介绍的时候 但是我并不知道美国的打官司 美国的这个中医界和这个系 和物理事实质量是在打官司 就是说这个急疼脸针治疗法 到底是中医的还是西医的 但是我就只是从这个学术的角度 这个急疼脸针治疗法 但是后来很多人 美国的一些不明 当真一些不明 真相的一些那些同行们 老是帮我打入这个叛读 论阶外国者的行列 说我在宣扬这个急疼脸针治疗法 其实就是宣扬肝针 其实我自始至争 我就说急疼脸针治疗法 所以中国的 所以这个针灸的范畴 那么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急疼脸针治疗法 它怎么来的 它有些什么样的基本理论 它能够治疗什么疾病 它未来有可能会 有哪些划断趋势 需要跟大家介绍 这样几个方面 好吧 首先 等一下我看看 什么是急疼脸 这个急疼脸 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名 它来源英文的这个 在中文的翻译当中 我是 要欣赏急疼脸这个名字 英文名字叫区科报应的 但是在国内呢 有发言人初发脸的 也有发言人班鸡脸的 近年来有人又称之为 急疼脸的 等等国中央的称呼 但是我觉得急疼脸这个名词 非常的适合这个理论的核心 那么在英文我就不去服输了 大家在德国那就肯定知道 它英文的概念是怎么样的 那么中文这个急疼脸 它从这个中文的字面上 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急疼脸 急就是急发的意思 痛是疼痛 脸是部位 那简而言之呢 急疼脸就是指的 急发疼痛的部位 那么急发疼痛的部位 可以在神经上面 也可以在血管上面 也可以在其他的卵组织上面 那么这里面 我们讲的这个急疼脸呢 它的全称应该叫做 急筋膜 急疼脸 那意思就很明确 它是急筋膜上的急痛脸 所以我们平常讲的急疼脸 它的简称是急痛脸 它的全称应该叫做 急筋膜急痛脸 为什么叫做急筋膜呢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解释 那么这个急痛脸 它的病位就非常明确 是在急筋膜上面 急筋膜就是指的这个 我们讲的咕咳机上面 为什么咕咳机和急筋膜 两个概念有搞得一起 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 这里面讲的 实际上是讲的肌肉上面 肌肉有三种 有咕咳机 心肌 平瓦机 那么这里是指的是咕咕咳机 正常的咕咳机上面呢 它是不会存在这个急痛脸的 所以当它发生病变的时候 它才会存在这个急痛脸 发生这个急痛脸 那么发生什么样的病变呢 在这个肌肉上面 形成了紧奔鸡蛋 就是我们平常摸到的 那个疗瘦状物 在这个紧奔鸡蛋出现以后 在这个紧奔鸡蛋当中啊 它会出现一个敏感的痛脸 这个痛脸呢 有个很显距的特征 它就是你按压它的时候 它可以出现远端的疼痛 它除了出现疼疼以外 还可以出现跟内脏疾病相关的一些症状 耳鸣呢 头痛呢 腹痛啊 等等这样一些症状 所以说所谓的急痛脸 它的概念里面就是指的 简单来说就是激发疼痛的部位 你把它详细一点来讲 它就是咕咯肌的紧奔鸡蛋当中 一个高度的敏感的部位 你按压这个部位 它可以出现远端的疼痛 或者是植物神经症状 所以这就是激疼痛的基本的概念 大家正因为它的定位 是定位在积极膜上面 所以说它的治疗的范围 也是被积极膜症状相关的 这样一些病症 所以说你不要说 彭老师啊 这个冠冰性皮炎 激疼痛脸症状化怎么治 等一下又说 你说副科的子宫肌瘤 激疼痛脸症状化怎么治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 为什么呢 过敏性皮炎和这个子宫肌瘤 很可能跟激疼脸没有关系 它可能不会形成激疼脸 即便是这个人身上有激疼脸 那未必也跟这个过敏性皮炎 或者是跟子宫肌瘤有关系 但是激疼脸有可能会引起 过敏性皮炎 这样类似的这样一些症状 是有可能的 但它跟过敏性皮炎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一点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么激疼脸症状化呢 就是以激疼脸为刺激部位的这样一种症状化 叫激疼脸症状化 实际上我是用的症状 当然你爱旧 你用超声波 你用激光 你用把火光 你用推拿的方法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介绍激疼脸症状化 那么这个激疼脸症状化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它不是凭坑想象出来的 也不像我们国内有一些这个大师 拿个五行毒 拿个八卦毒 随便到身体某个部位一贴 到晚白部一贴 晚针 白针出来了 到舌头上一贴 那谁针出来了 到膝盖上呢 说明膝盖针又出来了 反正我觉得那些都好像是这些大师 他们自己的所谓的想象出来的 我觉得实际的经验并不足 或者是他们误导出来的 而这个激疼脸症状化 它完全不一样 它是许多的医家 各个国家的一些医生 包括我们一些 可能中医的医师加入到里面了 中医的一些思维方法加入到里面了 西医中医物理治疗师 共同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但这里面最主要的 跟老公估计还是归根于西医 当然从这个长远的历史来讲 还是有我们针究的成分在这里面 他因为这个针究是我们的嘛 对不对 据说在这个 其实在上上个世纪 19世纪的磨研 有很多这个西医的这个风湿病的专家 在研究风湿病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风湿病的病人 身上存在很多这个风湿节节 这个风湿节节跟我们的疗瘦状物 有特别相似 但后来有些人就发现了 那些没有风湿病的人 身上也会存在这种疗瘦状物 他们没有这个生化特征 没有风湿病的一些生化特征 但他也存在这种这个疗瘦状物 那样这个疗瘦状物 他可以产生这个远端的疼痛 当时这些医生呢 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 不同的医生给他有不同的名字 那么在19 大概是1942年 也有人叫1938年 这个Jana Trawal 就是我们这个图上的第一位这个女士 给他命名 把他就叫做 Mile facial trigger point 那么他所引起的这一类病症 跟风湿病不相同的这一类病症 他把他命名叫Mile facial pain syndrome 所以这个疾痛脸这个名词啊 就是由Trawal Genet的 这个发明和创造力 后来呢 所有的人都把这种 不是风湿病的人 出现了这种肌肉的敏感的痛脸的这个东西 把它都统称为 疾痛脸 就Trawal Genet 而且这个Trawal Genet 他不就是在理论上 在临床上呢 他也做了很多的 整洁和整理 据说在20世纪这个 在20世纪初的那个中期吧 那个世界大战 20世纪大战的时候 很多美国的年轻的士兵呢 就像这个新前驱疼痛 前臂内侧疼痛 大家设想一下 新前驱疼痛 加上前臂内侧疼痛 这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心脚痛 心脏病 医学跟这些士兵做检查的话 这些士兵呢 心前驱疼痛 这个前臂内侧疼痛 他的心电毒呢 是正常的 而且这个内科医生 尝试性的 就是治疗性的诊断 用这个 舍下含乎硝酸甘油的方法 来治疗这类心痛 患有前臂内侧疼痛的 这种病呢 效果也不理想 心电毒上面没有 心电毒 心脏病的指针 那就是治疗心脏病的 这些药物的治疗 也没有效 这个时候 你不就是疼痛吗 那我们需要指针 药不是一大堆吗 那就拿了这个 普鲁卡因 在这个新大级 这个疗粗状物这个地方 给他咔嚓 针了一针 就打了一针 这个疼痛的马上就止了 就打了止痛药 这疼痛就凝止了 这本来是一个 很正常的事情 对不对 那止痛药 他的止痛痕 对不对 他有什么奇怪呢 但问题是 这个止痛的效果啊 他比较特别 我们知道这个普鲁卡因 或者是地道卡因 他的止痛的效果呢 通常只有了 四到六个小时 可是呢 这种年轻的事变者 新大级这个地方 打了一针以后 他的疼痛啊 就从此消失了 就不在意出现了 这个跟这个普鲁卡因 这个止痛的效果 好像不太一样哦 那我一来念着这个 他到底是不是 这个普鲁卡因的效果呢 就把他进行这个 进一步的研究 这个到了1978年 这个 吉尔克斯罗华科 有一位学者 他就比较了 这些 这一类的疼痛 你是打这个普鲁卡因 也好 打这个地道卡因 也好 打与不打 打多少 效果多差不多 那也就说明 打不打普鲁卡因 都不影响 这个疗效 那别人就想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 针刺的作用呢 所以1989年 这个马来西亚籍的 一个姓严的医生 这是第三位医生 他在美国 他呢 就采取了针就针 这种方法 来治疗这类疼痛 这个也很有效 当时啊 在这个 针刺权到美国时 1972年的时候 当时美国的 尼克森这种方法嘛 是吧 当时美国有很多的 一席 都对针就感兴趣 但是呢 他们对针就里面的 五数学 阴阳五项 非常的反感 所以在美国 有一大批 这个 华医啊 同行 西医的同行 他们为了使 针就在国外推广呢 就主张 用西医的语言啊 来解释这个针就 所以这个 袁直畅啊 他当时呢 他也把这个针就 改了个名字 他不叫针就 他叫做 Intermuscular Stimulation 就是肌肉内 刺激掉化 实际上就是指的 后来的针针的演变 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这个实际上 最初的那个 打聚水器的那个 要打聚水器是水针 后来就什么也不打 那就刚刚的 拿个聚水器 里面刺一下 那就叫做针针 所以后来 捐一的呢 就是从这个 概念来的 那个Chall Genital 听说他治疗痛症效果 非常好 对于这类的病症 据说当时的 美国总统 肯尼迪啊 在这个 当选总统之前 就有腰痛 腰椎干半斗 就做了手术 没有效 结果他把他治疗好了 而后来呢 他就是因为 这一点 又做了美国总统的 这个 后来做了美国总统的 这个 斯文医生 因为后来肯尼迪 他说如果不是 这个Chall Genital 把他腰痛治得好 他根本就 健全不了总统的 你想想 他的功能有多大 总之 后来就很多医生啊 他发现 这是这个肌肉的硬结 可以引起远村的疼痛 有的人啊 他就人为的 在每一块肌肉 他都打 那个高盛的生理盐水 那刺激性比较强 对伦敏又没有害处 在这个肌肉打 就是这个 高盛的生理盐水的时候 就可以产生远端的疼痛 而且他们注意到 在每一块肌肉里面 打这个生理盐水的时候 他产生的远端的疼痛啊 因此这个疼痛的这个模式啊 都是固定不变的 每一个距离的人 他都是固定不变的 你比如说 他打在这个筋骨前肌里面 这个疼痛总是往 怀前方 赶穿 远端的话 有可能会拳到 第二个胶子头 偶尔会拳到 中五指 所以说 他们后来啊 就通了这种人为的 像在人体试验一样 给人体打 这个在这个基础上面 在某一块基础上面 据上这个生理盐水 然后呢 让学生口头描述 这个疼痛 跑到哪些地方去了 当然 也有更多的是 在临座上整洁出来的 这样呢 最后呢 就是由Charles Janet和Simon 他们共同一起完成了 好像在1986年就出版了上车 1999年呢 在出版了 1993年在出版了 这个下半生的 这一部分的疼痛 他的这本书出来以后 第一件就受到了 全世界这个物理资料师 西医 也引起到我们部分 周一的这样一些注意 这本书后来翻译成了 18个国家的文字 这本书 他翻译国家文字 跟我们周一里面 哪本书相似呢 跟我们周一里面的 本草康姆相似 我们周一里面 这么多的经典 只有本草康姆 才有这样的待遇 翻译成了十几个国家的文字 他这本书 离去的基通年理论 不认为是 腾腾学史上的 重要的发展 里程碑 是腾腾学理论的革命 他的这本书 不认为是 基通年的圣经 所以是很多人 把这本书 作为学习基通年的 这个 重要的参考书记 我当年在这个英国的时候 我开始学习英文 也就是通过这本书 来学英文的 我最初 我不是学习英文 我是学日语的 所以偶尔之间 看了这方面的介绍 我就 生了追求这个东西 所以说 基通年政治疗法 它不是凭空 想象出来的 它是从临床针 总结出来的 是通过 有无理的实验 得取了这一整理论 它最后呢 基本的总结了 147块基础 255个基础 每一块基础的 每一个基础 它的腾腾 有什么特点 在一个临床医生 他们也整理了 每一块基础 它的基础的形成的时候 有哪些原因 都进行了 这个形成的整理 所以后来就形成了 我们所谈的 那个横本本书 我们国家在2014年 就翻译了 转翻译这本书 那么这个基础 它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刚才讲 它是基础膜上面的 当时啊 这个基础是为 肌肉上面 是为肌签尾上面 是肌签尾上面 发生了炎症 本来应该叫做 肌签尾炎的 但是在当时的时候 肌签尾炎呢 已经有了 另外一个基础的命名 所以呢 没办法把它分开 所以呢 就不能再叫做 肌签尾炎 所以把它改作为 肌筋末炎 所以说肌筋末 集中炎 实际上呢 就是肌肉的集中炎 我们也注意到 那个 肌签尾炎 它也有很多 这个集中炎存在 其实我们讲的 又11个集中炎 至少又11个集中炎 对不对 就可以确诊了 所以它就是 这个集中炎里面的一种 那么这个集中炎 它是怎么形成的 当然这个 肌签尾炎 会形成的 更多的原因呢 我们讲这个 肌签尾和集中炎 它的形成 最常见的原因 就是肌肉系统的 各种 肌心和慢性的损伤 还有 肌体的结构的失衡 知识不良 内脏疾病 缺乏运动 或者是运动过量 疲劳 营养不良 紧张 焦虑也会引起 营养不良 我说缺乏了 是不是 过程大学性的疾病 也会引起的 还有局部的受量 其他的就是一些 回派的 测风浩月症的 其他手术号的磨床 都会形成这个集中炎 那么有这么多的原因 其中最常见的是 肌肉系统本身的病变 这也是 这个集中炎 政治疗化的 最主要的实际症 有人统计分析 林传山 在蒙镇的病院当中 以腾腾为主书的病院当中 由集中炎 引起的这个腾腾 占了85% 有的统计是93% 还有人进一步统计 75%的腾腾的 唯一的病 就是集中炎 那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 把这个集中炎 灭活掉了 那么75%的腾腾 我们就可以把它治愈 所以说集中炎 在导致腾腾方面 它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原因 非常关键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 它的世界国内流行的 非常广 国政官的首发 干预措施都来了 那么肌肉系统 肌性和慢性的损伤 为什么会导致 肌肉里的形成呢 实际上是肌肉里形成的 这样一个机制 我们都知道 这整块的肌肉 肌肉是由 一根一根的肌纤维 是组成的 是不是 一根一根的肌纤维 组成的 那么这个肌肉的功能 就主要是运动 而这个肌肉的 肌纤维的运动 肌纤维的运动 是靠肌纤维的收索来完成的 肌纤维的收索 是通过我们的大脑 通过神经来指挥进行的 那么这个运动神经 就指挥 就跟这个肌纤维结束 结束在哪里 结束在肌纤维的这一年 叫做运动脸 就是运动神经纤维 运动神经模式 跟这个肌纤维结束的 它一般的肌纤维的 哪个部分呢 它在每一个肌纤维的 终点的部位 因为它这个神经 大脑发生信号 通过神经纤维全力 到了神经纤维的磨断 在这个磨断 它就会释放 野心胆碱 这个野心胆碱 释放以后呢 它就会释放到 突出的间歇 然后呢 它就到这个肌细胞里面 引起这个肌细胞的 收束 肌细胞就是指的肌纤维 也就是说 这个肌纤维的收束 它完全是神经 通过这个神经地址的释放 野心胆碱的释放 而产生的 大家深想一下 如果这个神经 这个肌纤维脑在那里收束 那局部就会释放大量的 这个野心胆碱 这个肌纤维的旁边啊 有很多维系血管 有人统计啊 就是一个 每一个肌纤维旁边 都有六根血管在那旁边 大家深想一下 肌纤维一收束 一束短 那么呢 就会使这个 它周围的血管啊 那个小血管啊 就会受到挤压 毛细血管受到挤压 这挤压一致没关系 如果老是在那里挤压 那局部就会慢慢怎么样 就会缺血 缺氧 而这个肌纤维 它的收束啊 它是需要能量的 能量需要增加的 而缺血缺氧呢 又会导致这营养供应不足 营养供应不足的话 一个是营养的需求有增加 就是说能量需求增加 营养不足呢 到时能量供应又减少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这个能量不足 这就是这个肌纤维 行政的这个能量危机的假说 那么这个肌纤维 当然是呀 它收束以后局部缺血缺氧 它就会释放了一些 神经血管活血物质 无强神胺 一些胆解 前提线 皮物质等等 这些自动物质呢 它可以呢 使这个周围神经的感受器 这个 杀害性的神经感受器兴奋 从而呢 使这个远端的局部的这个 这个神经感受器兴奋 使这个 感觉神经就把撑到全的大脑 使局部来产生这个疼痛的这个感觉 当你产生感觉 那么就使这个局部的血缺 就更加收束了 它就会变短 变暗 肌肉会变短 整个的肌肉会变暗 一变暗的话 那整块的肌肉 我们就可以摸到疗兽状物了 如果一变短的话 它就会牵拉两端 是吧 会牵拉两端 它的两端分别是基建 是吧 基建附着在Google上面 由于这个肌纤维本身的 它的弹性的非常好 所以说这个局部 它并不会产生疼痛 早期产生疼痛 是为什么呢 是由于这个肌纤维 粘点到一起去了 这个肌纤维它变短 它就会牵拉这个基建 在肌肉跟基建 相结合的这个地方 它就会产生激发型的延伸 在基建跟谷隔 附着的地方 它也会产生 这个计划性的 无解性的延伸 最近我看到 有关很多的文章 这个骨隔的成长 生长 就是靠这些肌肉的 牵拉而引起来的 所以说骨头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由于肌肉的牵拉而引起来的 我们看看我们从 胎儿到成为这个骨隔的生长 那些突起基本上都是由于肌肉的牵拉引起来的 我们看骨骨大卷子 三脚肌出笼 筋骨出笼 这些都是由于大肌肉 大肌肉的附着点 都是由于大肌肉慢慢附着 扯起来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 临床上所见的那些骨质增生 肌肉牵拉的结果 它的真正的原因 就是由于肌肉变短了 所以临床上 我们都经常可以看见 我们真就可以治疗骨质增生 可以治疗关节退化 是不是 事实上我们只不过是生起来这些肌肉 那些骨质增生 如果是肌肉部就牵拉 慢慢慢慢又会瘾解掉的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真就能够治疗骨骨方面的疾病 就是因为通过灭活了急症炼 而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大家想想看 如果是肌肉变短 肌肉变暗 出疹的时候 我们可以摸出到那个疗瘦状物 如果肌肉一变短 它的远端会产生疼痛 那么进一步呢 由于肌肉是负责在关节之间 如果肌肉变短了 那么关键的活动范围呢 就会变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肌肉的形成以后 有很多就会伴随 关键的活动功能受限 我们看到肩周炎 是不是 还有那些退化性的股关键炎 股关键炎等等 他们的关键活动范围都会变成 都其实是由于这个肌肉缩短 你只要把这个肌肉一生起来 这个问题呢 马上就解决了 所以说 虚肌肉产生远端的疼疼以外 那么关键的活动功能 它会受限 还会产生骨脂增生 和呢 这个骨脂的形成 有一块肌肉很特别 它还附着在椎间盆上面 那就是腰大肌 腰大肌就是起源于 所有的腰椎的 坟图 椎体的侧面 还有椎间盆 大家想想看 这个腰大肌啊 它跟这个恰肌 联合起来 就是主要的功能是低大腿的 低大腿就主要就是靠这个恰腰肌 股四肌肌里面 也只有股脂肌在起这个作用 而且主要把这个大腿里 主要是靠这个腰大肌 所以说 如果说长期的作用 使这个腰大肌 取育在一个短熟的状态 腰大肌里面的肌纤维 学义科应不容易形成肌痛点 那么这个腰大肌里面 最容易形成肌痛点 使这个腰大肌的变短 那么如果一胀起来 它就牵了这个椎间盆 是不是 是腰椎间盆 突出腰椎骨脂增生 所以说 我讲 以肌痛点增值量化 来治疗这个椎间盆多区 来治疗骨脂增生 它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取学也是非常精进 了解也是非常独特的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好了我们想想看 这是它的一个病理变化 骨骨筋损伤 骨骨筋直接损伤也好 间接损伤也好 这是导致这个关键的功能下降 如果这个肌肉变暗了 它还会 可能会挤压它周围的其他的一些组织 挤压了血管会导致血液供应不住 挤压了神经会导致神经存到功能障碍 挤压了血管 血管如果是动脉的话 如果挤压动脉导致到远端的功学不足 那肢体会发凉 如果是这个动脉是供应的某些器官 或者是这个内脏呢 会导致内脏功能下降 器官的功能下降 耳鸣耳冷 头晕眼花 是不是 我们只要把这个肌肉一升级就可以 就解决问题了 如果是压力的静脉 静脉的血液回流不畅 那会形成静脉曲张 我们发现临组上很多这个静脉曲张的 特别是那些 资居网站的毛细圈关的静脉曲张 我们就采取这个方法来进行 这是 它的另外一个病理变化 那么这个肌肉脑损呢 它形成肌脉连移的一些功能变化 而且在我们临床当中是非常容易常见的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 我们一个正常人 一个正常 两个下肢等长 是吧 这个脊椎也没有车弯 很正常的 如果你把它的脊椎的一个斜根啊 垫高两厘米 我想我们女同志喜欢爱漂亮 是不是 很多人呢 就喜欢做高跟鞋 那不就是变高的鞋杆 那可能还不止两厘米 是吧 有的可能有八九厘米都有的是吧 那么把其中的一个鞋杆变高两厘米以后呢 那么这个病人呢 两个星期以后 就会出现这个头痛 变高鞋根两厘米 为什么会出现头痛呢 大家想想看 把鞋根变高两厘米 那么我们小腿后面的斐肠鞋 就取于这样一个短熟的状态 斐肠鞋取于短熟状态 那么呢 九二九日形成鞋子鞋 那斐肠鞋就会变短 斐肠鞋是指在 骨骨的内山壳和外山壳上面的 内山壳和外山壳 那么它就会把骨骨往下来 骨骨上面又有半肩鞋 半膜鞋和骨二道鞋 这些鞋量又连练在这个坐骨 坐骨结局上面的 是不是 坐骨结局上面 那么坐骨结局跟骨盆是相连续的 在骨盆上面 肃鞋鞋 背部的很多鞋量都是负责在这个 骨盆上面掐鞋上面 是不是 而这些肃鞋鞋 其实特别是掐了鞋等等 这些东西也跟这个头颈部相连续了 头颈部 头颈部有这个头夹肌 颈颈肌 这些都跨过了头领了 所以说 这些肌肉进入的缩短的话 就会引起远端的肌肉也缩短 从而引起了头痛 奇怪的是 把这个电缸 那个两厘米的鞋垫啊 把它去掉以后 两个星期以后你不治疗 这个腾腾也经常 也恢复了 这个例子就说明 平常的肢体的结构失衡的话 就有个导致肌肉脸的形成 会导致肌肉脑损 那么这种情况 比如说 那些鞋汤的呢 强短胶的呢 脊椎这个 车温的呢 是不是 等等 还有这个上皮比较短暂 等等多可能 引起这肌体的结构失衡 在这边的说 反复的做某一个动作 是吧 那肌肉也会脑损 如果某一块肌肉 长期短缩的状态 或者是被牵纳的状态 都会 导致这个肌肉损伤 都会形成这个急增点 而这种损伤 在我们今天的 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 往往是 不处未及 我们平常硬电脑 就经常要 手保着这样一个姿态 那么这个 上面的斜方肌啊 什么肩底肌啊 它就把我们的肩膀 要抬起来 这个动作 所以呢 这些肌肉啊 久了久了就会脑损 所以我们讲肩颈痛 就是由这样 一个原因产生的 那这是它的机制 刚才跟大家讲的 它也有一些 病理生理改变 刚才也跟大家讲了 好了 那么肌灯脸 刚才我们讲 它引起的 主要的是 这个远端的疼痛 这个疼痛 它有个特点 它不像那个 发射性的疼痛 它经常是引起的是 直循性的疼痛 它不是正发性的 我们讲内脏痛 引起的这个疼痛 经常是正发性的 对不对 而这个肌灯脸 所引起的疼痛 经常是直循性的 常常是深部的酸痛 当然偶尔也有 引起前表的 手手样的疼痛 也是有的 不过很少见 这是它的感觉痛 它的疼痛的性质 特点 另外呢 它引起的远端的疼痛 它也有特点 跟我们真正的学位的感觉 非常相似 根据这本书里面的记者 它的描述 我没有去整结 它对147块基督里面 这个所有的疼痛点 它的疼痛的模式 它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 向远端感觉 就是向远离心脏的方向感觉 另外一个是向着心脏的方向感觉 再一个只是在局部 那么发现了这个感觉中 它的规律很明显 主要是迪心的感觉 比较多见 另外呢 就是局部 而这个向心感觉呢 非常少见 单纯的 只有迪心感觉呢 见百分之四十八 单纯的局部 成为了只有百分之四 单纯的向心的感觉 只有百分之五 那么 以这个迪心为主 既有向心的 又包括局部的 这个这样的百分之八十五 局部的呢 包含有局部的 所有的感觉中 见百分之二十七 我们平常的阿斯学 就是局部学学 所以我们想 如果说 你以阿斯学来代替 这个急证点 那就大错特错 所以有的人讲 这个急证点 不非常简单吗 不就是我们的阿斯学吗 阿斯学是局部曲线 那局部的疼痛 大家想想看 只在局部 只要曲线 只是局部曲线能够 在这种急证点 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那也就是说 你只是打局部的话 有百分之七十三 也就是相 几乎是四分之三的病人 你是砸不正的 这急证点不在那个地方 而是在远端 所以说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这个急证点 就是阿斯学 所以这个阿斯学 跟急证点是有区别的 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所以以后 不要再讲 这个急证点就是阿斯学 等下我们讲 这个急证点跟阿斯学的比较 我们还可以看去 急证点跟阿斯学 还有很多不同 那么急证点的形成呢 它不是一步到位的 它是逐渐产生 慢慢加症 并进一步的文固化 在早期 它只是肌肉紧张 比如说我们突然间跑步 只是肌肉紧张 它并没有去肌肉疼痛 只是肌肉紧张 然后它会出现 这个潜伏性的急证点 这个潜伏性的 什么叫做潜伏性的急证点呢 有的又发现 引线急证点 就是它还没有出现 这个疼痛的症状 但是它已经具备了 急证点的 所有的生理病理特征 除了疼痛以外 那么急证点有哪些生理疼痛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 一旦它出现了疼痛 就是人家病人已经 主观上感觉到疼痛了 那就叫做活动性的急证点 这活动性急证点 进行证以后 那么它就会产生 远端的疼痛 会产生植物神经症状 会产生关节功能受限 等等 大家猜想一下 如果它积入关节活动 范围变质了 那么它的血统肌 就也会被动的数短了 而它的结康肌 就会被动的被牵拦了 所以说九二九正 它的结康肌 它的血统肌 也都会产生 这个计划性的急证点 那么血统肌也产生 这个 健康肌也产生 那么进一步会影响 远端的其他的肌肉 这腾肌产生越来越多 腾肌越来越炎症 就会使这个腾肌敏感化 增速化 这个是腾肌的很加症 所以这个时候去治疗的话 就比较难之一点 需要更多的时间 一般来讲 我们是活动性急证点 这个一个阶段 病人来找我们 这个时候治疗的话 一般来讲 就是一到三次 就可以把病人治好 把这个腾肌消除掉 一到三次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 你说它呼发不呼发 只要你有剧位老损 它肯定就会 再次行动急证点 再次引起这个腾肌 但它已经是另外一个病情了 也就是另外一次发病了 所以说 理论上来讲 急证点症治疗 是可以完全 减轻这个腾肌的 治愈这个腾肌的 那急证点风波的规律 也是有规律的 刚才我们讲了 急证点 它主要是由于 这个急前围的中点 这个神经地质 过度的失范 就是夜线囊 过度的失范 929在 除了这个夜线囊 以外还会产生 下一个 神胺皮物质 前列腺素等等 这些自动物质 所以说 它最多见的部分 就是在这些 急前围的这个附近 而急前围的中点 这些急前围的中央 我们叫做中央型的急前围 它位于这个 急前围的中央 我们看这个 这个港二头机 是不是 这个这个 这个中间的这个部位 第二个部位 在肌肉跟 急前围相结合的地方 肌肉跟急前围相结合的地方 第三个就是 在肌腱在骨骼上面的 附着脸 所以说 肌腾脸上的风部是有规律的 主要是位于肌前围的中央 肌肉跟肌肩的结合处 肌肩的附着脸 这个我们再回忆一下 我们的学位的风部 大家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的学位的风部 是很有规律的 关节周围学位是比较多 是不是 我们的晚关节周围 周关节周围 膝关节周围 踝关节周围 是不是学位特别多 离这个关节周围 正常是这个肌腱的附着脸 在上面一点点 它是有肌肉跟肌腱 相结合的地方 而在我们的上鼻部 是不是 我们二头肌 三头肌 风部的这个范围 学位相对比较少 再看看我们的大腿 是不是 那么长的大腿 它的学位也比较少 它就是跟这个 肌腾脸风部 也是有很相似的 所以有人说 这个肌腾脸 它的发现 实际上是 中国古代学位的 再发现而已 所以这个肌腾脸 它的风部的规律 可以很好的解释 学位的 我们今天学位的 风部规律 所以美国有一个物理 治疗师物理 治疗师学者 美国 他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他说肌腾脸就是学位 他从这个解剖位置 从这个组织 从这个感觉痛的范围 都认为这个学位 跟肌腾脸非常相似 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我翻译过他的一篇文章 在这个国际中药杂志上面 已经发表过 也曾经在中国中医科学院 工作的时候 我向朱冰教授推荐 朱冰署长 也当时邀请他到 这一科学院去做过一次讲座 这是肌腾脸的风部规律 它跟学位风部内容 非常相似的 大家要记住 它三个地方 在肌纤维的中脸 肌肉跟肌腾相结合的地方 以及肌腾在谷歌上面的 复作脸 大家这里要记住一下 是肌纤维的中脸 不是肌肉的中脸 这块肌肉我们讲了 它是这个缩转的 对不对 如果有的是线形的呢 有的是羽状肌呢 大家注意 那个中脸 未必是跟肌肉是平行的 未必是跟肌肉平行的 有的跟肌肉可能是 从那个交叉的 从嘴指形的都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这个要区分一下 那么肌腾链 根据它的 的作用 是否引起疼痛 发生的消耗 以及它的部位 我们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根据它是否引起疼痛 可以分为潜伏性的肌腾链 和活动性的肌腾链 它引起疼痛 我们叫它活动性的肌腾链 不引起活动 但是它具备肌腾链的所有的特征 我们叫它活动性的肌腾链 叫做潜伏性的肌腾链 在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 其主要作用的 我们叫做主肌腾链 其次要作用的呢 其次要作用的 叫做附属肌腾链 那个英文的名字 原来的名字叫做 Kchippoint 还有原发性和计发性的 这个比较好理解 那么我们刚才讲 肌腾链它分布主要是三个部位 肌纤维的中脸 肌肉跟肌腾的结合点 以及在肌腾复作在咕咕的地方 那么这三个部位的地方 有三个部位的名称 分布在肌腺位的中脸呢 我们叫做中央型的肌腾链 分布在肌肉跟肌腾结合的地方 我们叫做肌腾型的肌腾链 分布在肌腾复作在咕咕的这个地方 我们叫做复作型的肌腾链 我们临床上主要是要处理 这个中央型的肌腾链 但临床上常常是表现在 肌腾型肌腾链 或者是复作型肌腾链 这样一个部位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区别 如果说这个病情不是很严重 你处理了增压型的肌腾链以后 肌腾型的肌腾链 和复作型的肌腾链 它往往它嘴指就消失 根本就不需要去处理 肌腾链在临床上有什么特征呢 这不是个杂硬啊 好了 离它是肌肉里边 或者是肌腾膜里面高度敏感的病障 而且是位于这个颈奔肌带里面 按一下这一脸会引起这个疼痛 而且这个腾腾的膜上是可以预知的 是吧 除了引起腾腾以外 它还可以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植物神经症状 这是它的一些特征 跟严厉和性别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这个小孩子和老年来 基本上就比较少见 那么它到底是不是肌腾链 它是有喷顿标准的 我们的二十学就没有这个概念 二十学就没有一个喷顿标准 这个基督链的判断标准 当然这个是有存在的一定的争议 但不管怎么样 但大体上大家还是根论这一点 这整个有六个标准 前面三个里面有任意有取权两个 后面三个呢取权任何一个 就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基督链 第一 是不是谷歌机当中有疗瘦状物 第二这个疗瘦状物当中 是不是有个敏感的痛点 第三按一下这一点能不能够 出现可以预知的那一些反应 就是这块肌肉相关的那些疼痛 我刚才不是前面讲了 在每一块肌肉里面 据是这个高盛森林盐水以后 那么它就会出现这个远的感觉痛 而且每个人都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 如果是按压病人的时候 按压病人的这个疗瘦状物的时候 里面的敏感痛点 它会不会再现病人的这样一些疼疼症状 如果是在现了病人说 就是你这个疼疼引起了 那这个疼疼就是引起了我这个痛 病人就会告诉你 就是这一点 这一点跟二十年这个反应好像特别相似 第四个是可以预知的感觉痛路线 第五个是肌肉无力或者肌肉紧张 如果神经受到压迫 神经的全道功能受阻 那肌肉可能会表现去无力 如果受到刺激 那感觉神经受到刺激 那肌肉可能会紧张 这个肌肉活动的功能受限 他能讲的那主要是由于肌肉变短 引起来 那么基督点 跟学位有什么关系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是不是 跟经学的关系 它的分布上是很相似 有人专门去比较过了 但我们的学位的概念是比较 放范的是放范的 他没有说是一定是位于这个肌肉上面 对不对 那基督点是一定要是位于肌肉上面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跟我们的学位的概念呢 它就更加精确化 定位在基层 而我们的学位 有的学位肯定是在皮肤层的 是不是 有的可能是在骨膜层的 所以说基督点跟学位来讲 是有相似也有不相似的地方 跟二次学位来讲 那更加 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 跟二次学位比较的话 更有跟点有区别的 对不对 是吧 二次学位我们基本上是 没有干净的 是不是 有的人也跟把它跟敏发学 跟压生点去比较 我觉得这里都有相似性 但都不完全相当 基督点就是基督点 它是位于肌肉上面的 颈奔肌带里面的敏感的痛点 是吧 可以引起这个远征的疼痛 和植物神经症状 我不详细跟大家去讲了 那么基督点的政治疗法 跟全能政治疗法的操作 上面有什么不同呢 有哪些相同的呢 首先 证据 原来他们是应的那个 皮内聚色诊 诊的比较粗 比较粗 他们应的 当时好像应的 最细的证据 基本到了 一毫米了 至今 当然现在他们也 最细的诊诊 是到0.35毫米 而我在临床上应的证据呢 最初的是0.35 是吧 但也有研究发现 就是证据 稍微粗一点的话 效果是好一些 这个我在临床上 也得到验证 对一些 完固性的病症 如果是一定这个细程 真的 效果不太好的话 你感应比较粗一点的 真的效果 确确实实是好一些 但是 并不是越粗越好 这一点 我敢肯定 这个政治的反响与深度 我们全中的政治的反响 和深度 跟每位医生的 这个师徒 师权的背景不一样 可能感受不一样 但具体 要吃多深才有效 要求哪个发现 真才有效 这个没有说法 而基督链真是 它这个深度 和真正的反响 非常具体 真是的深度 真多深呢 以你这个真尖 能不能够 到达基督链为标准 只要你这个真尖 能够到达基督链 那你这个真正深度 就够了 是吧 那么真尺的方向 那也就是 选择基睫尾的方向 并不一定 选择基督的方向 是选择基睫尾的方向 所以真尺的目标 是集中点 那真尺的操作方法 它也没有我们那些 复杂的那些 离察补协 年卷补协的那些手法 它只有 早期它只有离察手法 快进快去 那么我觉得 可以实际地配合 这个年卷手法 而且配合年卷 比这个单纯的离察要干好 为什么呢 年卷手法 你正是在一定深度以后 你不再进行离察的话 你可以掌握这个深度 你老在那里离察 你就不敢对生产的肌肉进行 刺激 因为你不知道 吃多深啊 外自上的内卷怎么办啊 但是我到了一定的深度以后 我不该离察了 我自作年卷 那我就有信心一些 所以操作上面 这个会更安全一些 所以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全程政治的手法 这样一些操作手法 应该可以引进到这个基层领政治手法里面去 那么我们的取学选学的方面 我们全程政治 是应该接受这个基层领方面的一些理论 那么基层领政治的话 最主要的实应证是哪些 最主要的是腾腾性的病症 腾腾性的病症 就主要是这个基基膜腾腾腾症 某些内占疾病 某些内占疾病我们刚才讲了 如果说这个内占疾病跟基层领有关 而且确确实实存在基层领 那它可以治 如果没有基层领 那就不能是治 所以它的实应的范围 部分的疑难杂症 我刚才讲了 有的基层领 它由于这个变硬的肌肉压迫了神经 压迫了血管 引起了相关的疑难病症 像某个病 但又不是某个病 它很可能就是基层领引起来 这个时候呢 因基层领 这个瘋活的方法 是很容易治疗这个疾病的 比如说我在临床过程 它治疗很多这种 筋盘区疾 治疗而明我就是采取这个方法 来治疗的 那么这就属于营养病症 而且这三个病 这三大瑞疾病 它们的共同体都是 由于基层领引起来的 都可以说它是 这个基层领腾症癥症的范畴 所以说这是它的功能腾症 所以说基层领腾症疗发的 主要是一句话的话 一个病的话 那就是基层领腾症癥症 它就是一来灭后基层领的 没有基层领 就没有基层领腾症疗发 这是很显然的 所以大家不要就乱套 基层领腾症疗发 哪个治疗是所有的病吗 我觉得不是那么理解的 你根本都没有基层领形成 那怎么形成的 怎么会有基层领腾症疗发呢 是吧 那么基层领 刚才我们讲 它是位于这个肌肉上面的 它会产生一系列的 磷床特征 除了疼痛以外 那么你在使用这个基层领 臻症疗发的时候 在磷床上 应该一般的基本的步骤是什么 首先拿那个病人 你要确认它 是不是适合于基层领腾症 疗发的实验症 你看来讲 你找没找到基层领 对不对 是不是 它是不是基层领 首先从它的疼痛的范围来看 是不是 它疼痛是不是直属性的 还是正发性的 它疼痛跟这个运动有没有关系 跟运动有关系 跟哪些运动有关系 是不是 首先要询认它 是不是这个 比如说拿那个肩膀痛的病人 你要初步的判断这个疼痛 是由于内脏呢 即便比如说胆男的病边 胃肠的病边 心脏的病边 还是癌症的卷疑 还是这个肩关键周围的这些肌肉 肌疼领形成的呢 所以你要判断它 第二个 你要从病人的疼痛的模式 初步的判断 这个肌疼领可能位于哪些肌肉 可能位于哪些肌肉 然后你就这些肌肉 进行根本的评估 这你就把范围就输成了 那么这些肌肉 有可能是在你的思考的范围之内 也可能在你思考之外 对于这些肌肉更难评估以后 那么你才能建议的确定 这个体重点 在哪一块肌肉 那么至于是不是在那块肌肉 靠你手去摸 去初诊 如果你初诊 在这个疗瘦状物当中 确确实实实存在这个 你要有这个疗瘦状物 第二 这个疗瘦状物当中必须有这个敏感的痛点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肌痛点 最好一点 确诊 它到底是不是肌疼领 那关键在于这个疗效 你增存完以后 缅和这个肌疼领以后 这个可能是不是减轻了 或者是消除了 如果是 那就说明你整个进去 所以这个才是真标准 所以说这个肌疼领呢 它的整治的 呃 步骤呢 是很明显的 所以从 这个肌疼领整治的步骤来看呢 我们也可以发现 我们要对肌肉的功能 要非常的熟悉 要了解肌肉的功能的话 那就必须对肌肉的 解放位置 非常熟悉 是吧 好了 这是关于这个肌疼领 增质疼领化的一些 基本的理论 以及它的 领导整治的一些步骤 我给大家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现在跟大家 简单的介绍一下 肌疼领增质疼领化的一些现状 肌疼领增质疼领化的早期啊 哪怕它叫做干真 这个是 18年以前 我绘制的图啊 当然现在大家也可以 在Google上面去搜索 在Google圈子里面 大家可以搜索这个 Jane的人 可以搜索Chickpoint的 IQ Package 可以搜索Chickpoint 这个圈子呢 它能够反映 某一个学科范围 它的 未来的发展趋势 2004年开始 Google呢 就推出了这个圈子 这个趋势的 这个搜索 大家看看这个图 这就是我搜索 干真 这个英文名字 Jane的人 得出的这样一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从2004年到2018年 它几度成这个 标新的趋势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提升点 它的致病量非常广泛 很多这个疼痛都是 它引起来的 刚才我们讲的 85% 有的时候93% 这个疼痛是跟基督炼有关系 75%的疼痛的唯一的命运是基督炼 所以说一解决了疼痛 就解决了大部分的疼痛 这个这个 解决了基督炼 就解决了大部分的疼痛 所以说基督炼支痛的方向非常广 另外一个基督炼的理论呢 印的也非常广 不仅是我们真因师可以用真次来灭后 可以拿 大膜也可以印 另外西医它也可以印 真次灭后是目前 最有效的方法 而且又快又好 所以说它发展很快 就是这样一个大理 那么大家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图 基督炼 基督炼真经和干真这个比较图 我们就可以发现基督炼理论在那里发展 干真的发展得非常迅速 但基督炼真经呢 就要表现非常的平坦 为什么呢 大家都把这个基督炼真就当做干真去了 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捡起来 它还是这个我们基督炼真经的范畴 那么以下是有几个图呢 是我在这几年 在这个世界各地 讲这个基督炼的这样一个 大家可能注意到 2019年和2018年 同样都是在纽约讲课 其实都是讲这个基督炼真治疗法 2018年的时候 美国当时的官司打得很热烈 他们叫我改个名字 不要叫基督炼 叫做彭氏 现代基督炼施疗法 基督炼施疗是我提出来的 他们叫我不要叫基督炼真治疗法 免得刺激他 那2019年怎么又可以的呢 因为神明已经组成了熟悯法 基督炼真治疗法 已经上了美国医学会的这个榜上了 也就是说美国西医 正式承认这个基督炼真治疗法 而且把它拿入到了 西医的外科的范畴 它就是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的 到现在还实施不到一年 所以说基督炼真治疗法 你不要别人抢着药 所以说基督炼真治疗法 到底是不是我们诚意的 是不是我们证据的 那看看它的正要性 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说这个西医把针究 把腾腾这块拿走了 那我们针究剩下的内容就不多了 当然也可以治疗一些内战疾病 当然也有 但是基督炼真治疗也可以治疗 对不对 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讲了 他还可以治疗很多的病症 是不是 这在芝加哥 这是华行顿 这在罗杉矶 这旧金山 波士顿 这多伦多 澳大利亚 香港 台湾 深圳 好了 那么基督炼真治疗法的 未来的发展趋势 由于这个西医 已经正式把这个基督炼真治疗法 真治疗法拿入他们的饭床 我估计这个 进来 在未来的几年 关于这个基督炼真治治疗才能这个疗效的比较 可以 像雨后春水一样 城区不尽 他们再也没有讨论金真治和甲春治的比较 那肯定基督炼的金真治肯定比甲春治效果要好 这是很明显的 是不是 对外一个这个基督炼真治的中西医这个结合的发展上来看 它是基因上的中西医结合 为什么说是基因上的结合 它从底论的根本上面 把中西医和西医的结合在一起来了 所以说它弗论中医来讲也很重要 西医来讲也很重要 这是我们中医和西医都不可欠缺的一块 重要的东西 另外一个 从这个基督炼真治疗法在里面 我就设想 既然基督炼是位于这个基督模式 位于肌肉上面 那如果说肌肉里面形成基督炼 我们吃基督炼是有效 但问题是我们领导上很多时候并没有基督炼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吃肌肉也有 所以呢 我发现这个 是有完全是有可能的 我就尝试用这个肌肉真治的两方 那么以前我们讲我真治有多深 我都是不知道的 我为什么要真这个肌肉 是不是 那么现在我就知道我要真这个肌肉 我为什么要真这个肌肉 是不是 我要真肌肉上面 我怎么样才证明我真到这个肌肉了 那么这个都是要通过这个根本评估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未来是这个基督炼政治疗 完全可以形成一门 单独的一门 政界学里面的一个学科 叫做基督政治疗 或者叫做基督政治学 基就是指的肌肉 筋就是指的肌腱 专门刺激肌肉和肌腱 那么我们的小针刀 我们国内的小针刀发展非常迅速 也很成气候 对不对 小针刀我就觉得它可以专门用来治疗肌腱 发生一些病变 所以我觉得国内还要披针也可以拿到这一方面 所有的征当率都可以 应该治疗基建方面的这样一些病变 那么肌肉里面 那就可以用豪征 普通的豪征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发水添出 用其他的一些工具了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好了 今天时间首先 我跟大家就讲了一下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基督点政治疗法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基本的理论以及一些未来的趋势 好了接下来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理问 好吧 大家有问题可以提问 或者在那个留言 我会再转述 你好 彭医生啊 那个 我是长青 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 可以的 听到您的讲课 非常精彩 非常好 我觉得就是您讲那个刚开始 那个理论啊 看我照了一张照片 关于那个 那个假说 或者是假设 我得把照片弄出来 我看看您是在哪儿 就是最开始那个理论 那个 一个是 基础 那个 这个压迫 那个 等一下 我找到 这个 找 一个 看看是不是 这一张 因为关于它那个最基础理论的一部分 假说 假说那个 对对对 假说那个 是这个吗 看一下 我看不到 对就是这个 就这个 时间呢 就是您说这个 这个 假说 它并不是假说 这些东西都是被 被证实的 第一个是肌肉组织的 并不是肌组织 对不起 我记得说 实际上 就是您这个几个假说 都是被证实的 并不是您可以改过的 不叫假说了 第一个就是最底下 那个肌组织 巴痕纤维化 它不是肌组织 巴痕纤维化 是什么呢 是筋膜 是那个 肌 那个就是 那个肌 那个肌膜 外边那个 那个纤维化 叫做 肌组织 好吧 肌组膜的 肌组膜的纤维化 学说 这一块应该改过来 不叫肌组织 巴痕纤维化 假说 这个你可以百分之百 因为这个 从筋膜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都已经被证实 第二个是肌组 异常电位 这是百分之百的 这个也不叫假说 您说这个 都是都是对的 这都被 被吸引在筋膜 这个生理 生理那个功能上 都被证实了 还有用 运动中版 这个功能假说 这个是百分之百 能量假说 这因为它缺血 都是正常 那么在筋膜 这个 这个 现在目前 科研发展到 现在的程度 就是说咱们都知道 肌肉的僵硬 肌肉的僵硬 发生了什么 生理病理变化 就像您所说的那样 首先是血液 循环件 然后是缺氧 然后是代谢障碍 那这个出现了 这三个变化之后 然后又出现了 这个筋膜 导致筋膜 什么样的病理变化 就是最快的变化 就是肌脂中 粘液增加 那么肌脂中 粘液增加 导致什么呢 就是我们临床上 所能摸到 那个筋膜的节节 筋膜的调索 还有就是 这个筋膜的粘廉 那么筋膜粘在一起了 它促进这个 这个肯定要导致疼痛 它要出现这个节节 出现这个肌脂中 粘液增加 然后出现下一步什么 叫筋膜的滑动能力减少 它就粘在一块 那么粘在一块又出现什么 好了 常医生 我给你解释一下 第一 你说那个假说 这个还只能是假说 为什么呢 每一种假说 它都有它的曲线性 所以说到目前来讲 如果说你把四种假说都去了 那这四个都是真的 只有一个是真的 而且现在比较更任的是 运动增磨功能障碍这种理化 这是由台湾的洪章仁先生 他们做系统研究的 这是第一 第二 你刚才说的基组织 巴胺千维化假说 这个你说是要 用那个什么基础膜 实际上它 你紧张的表达 应该都叫做基金膜 巴胺千维化 我又告诉你 这个为什么我用基组织 而不用基金膜这个概念 因为这个 那个基金膜疼痛 这个症呢 它叫做 叫基金膜疼痛 它不叫做基纤维疼痛 因为基纤维疼痛 刚才我在里面讲了 原来叫做基纤维疼痛 是因为有一个基纤维员在这里了 所以不能够再叫做基纤维疼痛 所以这里面就叫做基金膜疼痛 事实上 它是实实在在里 正正违规的 这个基纤维的病变 这个如果说 你去看这个 关于基纤维的形成的历史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只注意到后来关于基金膜 基金膜被后来 我们国内炒得很新 一些首发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炒得很新 事实上 它是正正为了基纤维 基纤维的病变 而不是基纤维的病变 而不是基纤维的病变 这是第一 第二 讲这个基纤维和基纤维 这个区别 实际上是在矫禁 为什么呢 我不是像你跟我讲 肌肉外面是有基纤维 肌肉是有基纤维 基纤维 基纤维 基纤维是有很多这个 基纤维组成 基纤维又是有很多基原纤维组成 基原纤维 基纤维 基纤维 以及整块的基纤维旁边 外面都是基纤维 你怎么去区分 哪些是基纤维 哪些是基纤维 设想一下 如果没有底边的基纤维呢 那个基纤维还有什么因 鼻子不准 毛浆 肤烟 如果没有基纤维呢 那基纤维还有什么因 所以说这个基纤维 在某种概念上 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谓的那个基纤维 其实就是基纤维组织 他们说讲的基纤维 那个马浩 就潘说讲 不是基纤维 发言了 而是基肉发言了 大家要把这个概念 要分清楚 特别是你去了解这个 关于基纤维的形成的历史的过程 你要把早期的历史要搞清楚 为什么有基纤维这个名字 基纤维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大家一定要清楚 大家总是把 把这个基纤维这个概念 它怎么来的 肤实掉了 不是就在后面这种 而肤实了这个基肉这一块 你先想一看 如果把基纤维敲到 那基纤维还有什么因 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对不对 我是跟你讲这一点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 宣言这个基纤维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搞基纤维的 我不得清楚 我不跟他们讲 但是这个基纤维的概念 这个是这个 美国的叫什么 写那个 写播链车的那个人 我当年在 我就看上了这本书 我当年也准备翻译 我的真一科学院 当年房南下问我 他是这个图有没有什么证据 我觉得英文不是特别好 我跟他思想也通过信 他的书已经给出版社 我跟出版社也联系了 出版社 我说有翻译 出版社又买三千本 我说我不干 我没翻译 我后来就没翻译 后来其他人翻译了 但我不是说这个东西 这个里面 这个基金膜 他跟这个经浪的比较 我也看到了这本书 我早前就 而且在我的这个微信 在我的博客里面 我就很早我就有比较 我把那些文章都有发表 那个也是那个 美国的皮特的多写 他有比较这个基金膜练的 所以说基金膜练 基金膜练 那基金膜练就是 好吧 陈老师您这边还有要问的吗 没有 我就是跟那个 文老师讨论一下这个 他为什么把这个些 他这个理论 一直停留在讲说的程度 这是我想问的问题之一 那我这边还有一个 就是有人留言 基痛点治疗和静三针的区别 请陈老师来回答一下 好了 这时候 大家对我比较这个 了解 基痛点 刚才我跟大家讲的 他主要是用来治疗基金膜疼痛的 静三针 他有三十九在我的当时 这个学的时候 他是有三十九组学位 他三十九组学位 是他医生的经验的整洁 他治疗的范围比较广 你如果说把它 细致的强细的比较一下 比如说基金膜练 治疗疼痛跟静三针 治疗疼痛那些有什么不同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也是可以比较的 比如说基金膜练里面 比如说 治疗尖痛 那就对每一块肌肉 他就非常的精准的 是不是 我都整结了 有二十四块肌肉 可以引起肩膜的疼痛 这个有时间 那再慢慢讲这个东西 那么肩三针里面 治疗尖痛 他只有一个肩三针 那么肩三针就是 比较犯的 肩三针 肩三针治疗尖痛效果 也是不错的 但是他呢 主要是针对这个肩三针 他没有详细的更多评估 是不是 而且他还配合了 推拿把火关的 这样一些方法 所以效果比较好 他对一些 对于这个中医 对于这个肩三针 不太了解 这种来讲 它是起到了一个 直肩预反的作用 但是对于一些 复杂的肩三针 的病症 肩三针里面的肩三针 就未必有点实验 那于之相实验呢 那还有七三针 那法肩三针 等等 那么肩三针里面 资料谈论的并不是特别多 是不是 那么资料 这个谈论的这个 肩三针 那它就非常多 有145个 是不是 有145 有255个肩三针 对不对 里面47块肩三针 那肩三针里面 整个在39组权位 所以说这个没办法比较 好的 刚才还有哪位同学 要发言的 可以现在开麦发言了 刚才是哪位同学 这里有一点 我再补测一点 金三针和金三针 金老 我当年写金三针 刘花这本书的时候 写了39组学位 我曾经希望金老 再下一组学位 差不多40组学位 金老说 给我两个星期时间 这个两个星期以后 金老回复我 他是小朋友 他说 你别说要我想一组 要我想一组 我也想出来 可以想出来 但是关键是 理论上有不有应 所以金老在对这个前面 39组学位 他是非常强烈 他的务实实应性 那么基同联 某种意义上 跟金三针的 这个共同退联 就是强烈他的实应性 非常实应的一个东西 如果是你了解这个理论 他的了解也是 离肝见隐的 也是非常快 非常好的 是可以重复的 我记得好像德国中心学位 以为耿直过曾经 跟我的人还是哪一位 他就说 他喜欢我的这个 不能重复的 你呢 你那个 讲的天方乱 这个不能重复的 你说你有效 但是我呢 自己没有效的 那就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这就是 他跟金三针 共同退联系 都是我硬有效 你硬也应该有效 黄老师 有人留言 想今天的那个PPT 发给大家 发给大家吧 那您那个 会后之后 那个发给 发给我们 然后我们发到 那个我们德国中心学会的 那个群立 好吗 好好好 还有人要提问吗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彭老师 就是您说 在那个积缩终点 然后包括那个 骨骼肌肉的附着点 这些痛点是怎么确定呢 是通过按压 然后就是有疼痛刺激的 还是说就是有 有确定 比如说某一个肌肉 就是终点 或者某一个都是就是附着点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 也是其实是今天讲的一些 正典论用所在 我讲积缩练的分布规律 讲那个积缩练整治的 一般的步骤里边 我都仿佛的强调 那么还有就是说 今天的积缩练理论 基本的理论 也就是强调这一点 我讲的每一个积缩练 它都有它特有的 疼痛模式 那么也就是说 某一个肌肉 某一块肌肉里边的肌痛脸 它会引起腿领部位的疼痛 比如说 筋骨前肌的肌痛脸 它就经常会引起 怀前的疼痛 远端的可以到了 大脚趾 甚至到了第二个脚趾 或者其他几个脚趾 那么回个头来就说 如果是有 怀关键前方的疼痛 你首先就 可能要考虑到 筋骨前肌 筋骨前肌 它疼痛的部位 是在怀关键前方 而它的积缩练 是在 这个筋骨前肌上面 这个筋骨前肌 这个肌纤维的整脸 不是筋骨的整脸 大概相当于哪里 相当于我们的 珠山里这个部位 那么是不是 筋骨前肌上面的 你要确定 是不是筋骨前肌上面的 这个筋骨引起 这个怀关键前方的疼痛 有这样几个步骤 你是根据它疼痛的部位 在怀关键前方的疼痛 是吧 第二 你要到这个 筋骨前肌上面去按压 它有没有去前缘的疼痛 再一个要做 这个筋骨前肌的功能评估 比如说 这个筋骨前肌上的功能 主要是 是怀关键背身 那么你要 在做怀关键背身的时候 它疼痛是不是有所加症 甚至是 你做一做背身看主的时候 它可能更加容易 有下去这个疼痛 所以说 大家讲 这个筋骨反正从网上 可以看到这个下载很多图 根据这个图 我就可以学习到 觉得无法问题 它可能是可以的 但是关键它 具体的应用的时候 关键根本评估的时候 你未必就想到这一点了 而且你有没有去总结 白关键前方痛 白关键前内肌痛 前外肌痛 后内肌痛 后外 部位的肌痛 它都是跟这个部位的肌肉 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 不是简简单单 只是跟这个 部位有关系 有的是在同一个部位 它可能牵涉到 不同的肌肉里 比如说肩前方痛 它可能是局部的三角肌的前部 也可能是 后面的肝下肌引进来的 还可能是肩下下肌引进来的 是吧 那么你这些部位的肌肉 你通过部位的功能评估 你才能趋分看是哪一块肌肉 然后就出诊 你才能知道是哪一块肌肉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不是一点点 所以这个极端领证这条 它不像我们其他的 什么挽怀 耳朵 投证 你去背一背 那个学位的定位就可以了 这个背定位 还不一定能够找到那个地方 而是要根据这个反过来推算 这个腾腾的部位在哪里 还有好几个例子 刚才是讲的 几乎以前就是 是最后没有视频 还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我是网上有这样一个视频 有一个女的 她带着她的盲人的女儿 在我那里参赐 她为她女儿 典型打了这个两个星期的 那个打两个星期的痣 她就取下了这个 直指关节 近端的直指关节疼痛 这四个手指 直指关节都是疼痛的 就是因为这个打字打多了 那么这很典型 它不是远端的直指关节疼痛 远端的直指关节 属于这个指申趋迹的指脸 而近端的直指关节 属于直浅趋迹的指脸 直浅趋迹它有 它四个基间 分别指于这四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近端的直指关节 那么我在 在她的直浅趋迹 所有的直趋迹 晚趋迹都是企业 然后在这里 就找了一个表述账物 然后跟她进行侦次 从这个问病史 到诊断 到侦次操作 到最好的资料效果评估 整个只有89秒 你取完针以后 变完马上就说OK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面 发现这个视频 你找这个直浅趋迹 疾痛点 应该可以消失到 在这个YouTube上面 老师你之前说 大概三次到四次左右 这个疗效应该就能够确定 然后您又说 对于这个疼痛 这个疾痛点的 这个是不是正确的 就寻找正确的 它也是 就看它效果如何 那么这个效果是说 一次真次的及时效果 还是说要等三四次之后 然后才有效果 还是说 如果是 真的是疾痛点的实应症的话 第一次的疼痛 在我的门诊 基本上至少要减轻50% 这样就确定 是不是正确的 对对对 如果不是 如果它没有减轻50% 你有可能是你查出了 第一个地方 第二它根本可能不是 去证点这个实应症 比如说它可能是 其他内章疾病 你来疼痛啊 可能是癌心疼痛卷移啊 等等有那些其他的可能 那你没有把那些 病的根本解决掉的话 那么 你这个疼痛它当然不会解决 你如果是要起作用 它也是 它比较非疼性的作用而起的 你强势力啊 它可能能够缓解疼痛 可能短时间可以缓解疼疼痛 过号它可能还是不行 那个chat上面有一个 你说 我说那个 那谢谢老师回答 chat上面有那个 这个疾痛点与针灸有什么关系 一个提问 疾痛点跟针灸关系那就大啊 我们疾痛点 我们用针灸来 练活疾痛点 那么就是 唯我所应 那就是疾痛点是指导 针灸治疗疼痛的这样一个理论 疾痛点 它如果是用剧烧的方法 他们有的 学会剧烧一些西药 有的剧烧绿绿 绿豆开样 布鲁干呀 鲁干就树啊 而且有的孩子可以在那乔生膜 极光症 等等 那我们用政治的 那么疾痛点来指导 我们针灸怎么取学 那是我们治疗 肌疾磨疼痛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而且现在我可以 基本上可以跟大家说 现在基本上是 我治疗疼痛里面的 百分之99.999 都是用这个疾痛点 治疗这个 肌疾磨疼痛 癌性疼痛 另外癌性疼痛里面 其实也有百分之30 百分之40 是跟这个疾痛点 是有关系的 跟肌疾磨疼痛是有关系的 好的 谢谢老师 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痛点和扳基点的区别是什么 我估计它是指的疾痛点 疾痛点和扳基点 其实就是一个东西 它只不过是 中文里面发语的不同而已 疾痛点和扳基点 它的英文的名字 都叫做tricky point 国内还有发语成初发点的 现在又有发语成疾痛点的 是不是有人还发语成其他的 我不太清楚 反正这些都是 都是不同的发语来讲 而是我是比较喜欢 用疾痛点这样一个称呼的 还有一位老师的提问是 腰大机 疾痛点的针刺位置 腰大机 这个针刺呢 大家要特别小心 晚上其实也有视频 这个腰大机 针刺是很有讲究的 在这个 它的园剧里面 是不主张引针券的方法 它也没有 运这个针刺的方法治疗 他们是比较担心的 那么我呢 参考了很多关于这个 腰大机神经组织和腰大机 这个注射的方法 我就用了这个 进行点针刺的方法 我发现这个东西的治疗 这个腰椎钢盆图局效果 非常好 网上是有这样的视频 不过大家还是要 特别特别小心 为什么要特别小心 特别是胜传的位置 是不是 你太靠针券了 你还要小心那些 墙内洞没 墙外洞没 等等这样一些 谢谢老师 还有其他同学有提问吗 可以开麦提问 或者是在留言 那还有人提问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因为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感谢彭老师的精彩讲座 和耐心答疑 感谢各位老师一生的参与 希望本次的讲座 带给大家新的思路和经验 请大家继续关注 德国中英学会 在下周日同一时间举办的 年终公益讲座第四讲 下一期由长崎英老师 带来的颅脊椎 与其相关疾病的第二部分 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 保重身体 然后如果有什么 其他的提问的话 可以在德国中英学会的 那个微信群里面留言 彭老师也在群里 那我们就 现在就谢谢彭老师 有什么 那个PPT的话 也请你发给我 我们发在那个 德国中英学会的微信群里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就 跟彭老师再见了 谢谢彭老师今天 感谢您的时间 再见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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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